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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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一些难题需要他先去优先处理 他很快会约你一起大家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哦 就大家很闲空的待在一起哦 过时间他喜欢跟你过他的时间 给选到第一主他今天有想你吗 这个人他每当想起你他就满满动力的去克服困难哦 你就是那个给他动力勇往直前的人 他知道要幸福要在一起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他没有因为这样子的退缩 你是他最喜欢的样子哦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丑肉 不管你有多么的 就是有多少的缺点 他还是见到的就是他喜欢的那个样子哦 他爱上你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你是命中注定 跟他是应该成双成对的 他在他的朋友面前 他都会不自觉的一直把你挂在嘴边哦 一直会谈起你 在称赞你 说你的好话 现在他就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需要他花很多的时间去面对去处理 但他很快会把手上的难题给他解决 好让他可以留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你 他要你见到的他都是轻松快乐 闲控的那个样子 他不想把他的烦恼带给你哦 所以呢这个人他现在需要专注的去处理他的问题 他的困难 好让他可以把最好的一面去留给你 跟你一起度过悠闲的周末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他今天有想你吗 答案是有 看塔罗怎么说 你们的感情已经是很稳固了 你在他心中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他有苦难言哦 他不想对你说他的心事 他的压力 不想影响你的心情 他都是把苦往肚子里吞 他其实也很希望可以跟你有更多新联性的沟通的 他对你只抱喜不抱忧 他不是刻意的对你隐瞒哦 他只是不想要你因为他的事情而烦恼 他暗中流泪哦 在他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呢 他不想见你 但他绝对有想你哦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 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动力 那么多的动力去摇紧牙关度过难关了 摇紧牙跟度过难关了 他要做正确的事情哦 你是对的人 你无疑是他最想要在一起的人 他要确保自己做的行为 都不会令你们之间感情有任何瑕疵 因为你 他变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哦 真的 出你做的牌卡哦 他变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要确保自己带给你的都是光明的 都是正面的 有不好的事情他自己扛自己面对 对你是有赞有欲的哦 他会吃醋想起你 他就会可能想到 你会不会在背地里跟其他的人约会呢 跟别人恋爱呢 对你是痴心一片 而你是否也是这样子对他呢 他有实在太多太多的话 常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哦 可能会被你误以为他不够爱你 他不够想你 他是像一头牛那样子哦 在努力的更营 在努力的 可能默默无闻的 没有给你知道 给选到底 他今天有想你吗 绝对有哦 但是他不会承认 他可能没有去轰轰烈烈的告诉你 他现在是遇到了很大的难题 他需要专心的去面对处理解决 但想起你 他就满满的动力哦 想起可以更好更早的把手头上的工作完成 就可以去给你更多的陪伴 他就满满动力的去处理他面前的难题哦 不想你因为他的烦恼压力而受到影响 他想要确保你见到的他都是光明正面的 你也是因为他只是得到开心快乐正面的能量 对你有占有欲哦 他很想要自己成为你的唯一 他无法接受你心中住着别人 他也是担心着你被地里是否在跟别人约会呢 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很受伤 他会很伤心哦 因为他对你已经付出了真情 他完全没有考虑其他的对象 他希望你也是跟他一生一役的 他有很多的话藏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哦 就比如我爱你我想你这些比较肉麻的话 他都不习惯的挂在嘴边 他就是默默无闻的在努力耕耘的去经营着这份感情哦 可能令你感受不到 但其实他对你是真的 他是一个非常忠诚专义的一个人 康斯卡怎么说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斯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觉得他对你的情感太强了 太深了 他觉得有一点可怕哦 他竟然可以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可以为了你做很多的傻事 你对他而言是完美 你就是最适合他的人 不管你有多少的缺点 他都已经接受了 你带给他的感受呢 他是用言语无法描述 无法去描述出来哦 你带给他的感觉太强了 他不会令你失望的 他会好好的对你 他的安静不代表他没有想你哦 就刚才说了 别误以为他不再想你哦 他只是默默无闻的去 在背地里在做他的努力 他需要自己独处一下 可能他 就可能你给的一些意见想法 他没有去听你的 但请你别因为这样子动怒哦 不要生气 他对你的热情 对你的渴望好强 他觉得他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早就应该表达他对你的这份渴望的 他现在已经更理解你了 不知道一切会不会太晚呢 大家再尝试一下好吗 这个感情 还是有未来的 还是充满潜力发展的 点选到第一属于自个来看呢 他说他对你的爱意实在太强了 令他自己都吓到哦 他可以竟然为了你做很多的傻事哦 失去理智的爱着你 你对他颜色完美的 无论有多少的缺点 在他眼中 你就是跟他天生一对 你的缺点他都能够包容 可想而知 他有多么的走火入魔的 神闻颠倒的对着你哦 你带给他的感觉呢 是用言语难语描述的 实在太强烈了 他说他会好好地对你 他不会令你失望的 请你别胡思乱想 他的安静不代表没有去想你哦 他真的有在想着你 他只是需要一点独处时间 去好好地去处理他其他的问题 可能他的苦他不想分享给你知道 而不想你又擦把嘴 就是去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可能他觉得你比较有那个强势吧 就当他就分享他的烦恼的时候 你就会去教他应该这样子做 应该那样子做 他就尝试呢 看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完成 去解决他的难题 他不想你因为他受到影响 对你的渴望好强哦 他觉得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他应该早就表达给你知道的 过去他可能对你有一些误解 但他现在更懂你了 希望这个感情还有机会可以发展哦 看这个字卡来自对方 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 可以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 我爱你不是情话而是心理话 这辈子我唯一后悔的事就是让你离开我身边 如果你们分开了他很后悔 他希望这个感情还可以复合 我有的我会给你 我没有的我会努力给你 这个真的是他的心声哦 看这个神域排卡来自对方 这个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 抽三张一起来看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呢 这张排卡是说你爱着的人在天堂 这个天使哦 天使的能量呢就是很靠近你很接近你哦 要保持感恩哦 再看你是被帮助的 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去面对难题的哦 再看还有什么呢 你的才华呢正在被发掘中哦 所以花点时间呢 当你在想着对方的时候呢 可以不妨在想着的同时呢 可以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爱好哦 就比如你喜欢弹钢琴 那么就学习在想对方的同时呢 可以锻炼一下自己这一方面的才华哦 再看还有什么呢 然后呢把你的才华你的天赋呢 给他发扬光大的 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哦 是时候想一想你的爱好是什么 你喜欢做些什么 什么事情做了 你觉得特别充实有意义的呢 在想对方的同时呢 也不要只是光想什么都不做哦 发呆这样子哦 不要让自己的生命白白的度过 要充实的过每一天哦 虽然你可以想对方 但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做你喜欢做的爱好哦 不一定一直要缠着对方 让对方多一点的陪伴自己哦 给对方足够的空间的同时呢 也让自己有足够的空间去提升自己的价值哦 好啦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拍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看有什么祝福云呢 祝你过一个充满享乐的快乐的人生 还有就是与对方相处起来 都是真相的慢慢欢笑声的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OK 主持人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照文的主题是 他今天有想你吗 说成一拍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今天是否有想你呢 抽一张主题拍卡 好了这个人好怀念你带给他的亲切感哦 你是个很能够给他家的感觉 家的温暖的人 他现在呢就是一直满脑子想着你给过的温暖哦 他现在过的好痛苦 他在受难受苦哦 他怀念你给过的爱你的关怀 再看 他好孤单哦 他想要跟你一起过日子 过他的时间 连做梦都会梦见你哦 他觉得你们就是有太多这种迷雾的 你们之间 就好像 就虽然不是很遥远哦 但他觉得好像很 就你们的物理上的不是很遥远 但是 心不是一致的 就大家看着不一样的方向哦 也许 有经常见面 但他觉得好像走不进你的心 给选到第二主 他今天有想你吗 这个人好怀念你带给他的温暖哦 他在受苦 他在受难 他觉得只有你能够 帮助他的心情变得好起来 他其实是很想你的 他可能拉不下面 只去承认 拉不下面 只去对你说这些肉麻的话 他连做梦都会梦见你哦 但他觉得你们之间有太多的误解 可能大家呢 就是 有不同的观点哦 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走不进你的心 你们之间好像隔着一道墙 看塔罗怎么说 他只能够想你 他不敢主动的找你 怕找你之后呢 又会起什么冲突 不想跟你吵架 他现在想逃避 不想面对你们之间的问题 他渴望着有一天运气可以好起来 他等着最佳的时机 他对你是满满的爱 好想要跟你调情 很想要把浪漫的爱带给你 没有你的日子 他觉得非常冷哦 孤单寂寞 冷哦 空虚哦 他在忙碌的 他忙得不可开销哦 就是这个人 连休息的时间都不太够 再看 他好怀念过去你带给他的快乐时光 你是那么的懂得逗他笑的一个人 你是带着光环的 太耀眼的那个光环 不知道你是否有想起他呢 他觉得你们只需要沟通哦 大家需要心平气和的沟通 他觉得你对他误解太深了 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 所以他只好躲起来逃避 不想去想这个问题 他对你是痴心一片的 如果不是爱你的话 他就不会想你想的那么的苦 再看 他其实也很想主动的冲向你哦 但是他觉得他很多时候明明对你表达爱 却被你误以为他在找你吵架 所以他觉得好像 大家看事情的角度太不一样了 给选到第二主义塔罗派克来看呢 他今天有想你嘛 这个人他是有想你 他好怀念你过去带给他的欢笑声 但由于最近可能跟你有一起冲突吧 可能大家想法不一样 所以呢他就逃避哦 逼自己不要去想你哦 逼自己先有个可以拖就拖着先哦 他其实呢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 他累积了很多的爱 很多的浪漫想对你调情 他好怀念你的温暖哦 现在的他过得很无聊很无趣 很冷哦 就是空虚寂寞冷的那种感觉哦 他其实是过得好忙的 忙到不行的那种哦 可能连休息睡觉的时间都不够 但他在受苦的时候 他有想你 他想着你过去带给他的温暖 你带给他的爱与关注 但由于呢就是他觉得大家的想法 可能会不一样 怕自己找你 你会就跟他吵起来 他不想伤害你们之间的感情 他在等待这个最好的时机哦 你是一个非常耀眼的存在 甚至有一点点的强势哦 所以令他想躲着你 尤其是当你觉得你在对的方面的话 你就可以就是好像令他一无是处的那种感觉 但即使是这样子他对你还是痴心一片的 他还是情不自禁的一直会想起你 连做梦都会梦见你哦 对你的热情是好强的 他在等待最佳的时机要当时机对了 他会火力十足的冲向你 看刺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刺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遇见你的那一天起 他觉得他的愿望被实现了 他不想受到伤害 他在保护他自己 我们大家都需要做改变 大家都要做一些调整 不一定是谁对谁错 就两个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一定有一个磨合嘛 请你就主动找一找他 他可能不敢主动的找你哦 他在等你 他知道你是珍贵的 不知道一切会不会太晚呢 你把天堂带到他的人间 你就是那个带给他快乐的人 我怀念你带给过他的甜蜜 他想忘记你他做不到 你是那么的甜蜜 你带给他那么多的欢乐时光 他深深的被你吸引着 他无法接受哦 如果你去跟别人调情 你跟别人浪漫约会 他顶不顺了 他想都想 他都要疯了 想起这一点他就要快疯了 他吃醋哦 他知道他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 现在他无法停止自己 一直在责怪他自己哦 他也好自责自己过去的一些愚蠢的决定 给选到第二主义资格来看了他说 自从与你见面了之后 他发现他的愿望被实现了 你就是他理想的那个梦中情人 他为了保护他自己 他才对你保持距离哦 因为他不想受到伤害 他觉得你们之间是来自不一样世界的人 大家的观点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一样 但无奈他就是爱上不一样的你哦 他想要你更多的主动哦 他在等着你 不知道一切会不会太晚呢 他知道了你的重要性哦 他过去也许不懂得珍惜你 他也现在好自责 他做了错误的决定 他也在怪他自己哦 是你 你把天堂带到人间 如果没有你的话 他也没有那些快乐的时光哦 你带给他好多的甜蜜 他要忘记你 他忘不了 现在的他呢 就是在没有见到你的日子里 他会胡思乱想 他会在想着 你是不是在跟别人约会呢 是不是有别人在 就是在拥抱着你 在亲吻你呢 他想着想着自己就要发疯 就要颠了 他现在好自责 如果他是放开你的手的人呢 他现在 他恨他自己 为什么那么愚蠢呢 去放开了你的手哦 他好想你 但也许就拉不下面子去承认 他在等着你主动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看这个中文字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种 这个人有什么心声呢 有一种沉默是 你不找我 我也不找你 大家明明想着彼此 大家都在想要见面的 但是 大家都 就是在逃避嘛 你不找他 他也不找你 那该怎么办呢 我所有的描回 不是因为我很闲哦 而是因为你很重要 你对他也很重要 想尽办法找一堆话题 为的就是 想跟你亲近一些 你不知道他的努力哦 他很多时候 你觉得他在跟你说废话 他其实一直就是 绞尽脑子的 想要跟你拉近距离而已哦 看这个神韵牌卡怎么说 有什么建议 供你参考呢 可以选到第二种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健康的选择哦 这位天使在 帮助你做健康的选择 所以保持冷静哦 保持平衡的心 当自己的心里 有很多波浪的时候 不平稳的时候 就不要乱做决定哦 确保自己在 心平气和理智的 情况底下呢 才做自己 不要后悔的决定哦 新的开始哦 他在打开一扇门 让你走向一个新的开始 你是做好准备了 你们之间的感情过去 不管谁对谁做的好 只要还有爱的话 不妨可以尝试 看是否能够释怀 然后重新再来哦 再看 还有就是 这位天使呢 他就提醒着你哦 跟大自然做一个连结吧 深呼吸哦 让自己接近一些 比较大自然的环境 别让自己过得太压力 烦恼的 当你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把小事划大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与对方的将来 都过得充满有趣好玩的事情 还有祝你好运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哈喽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咱们的主题是 他今天有想你吗 抽生意拍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这个他今天是否有想你呢 抽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三组的你一起来看 他今天有想你吗 哈喽 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同征 很有同趣的一个人 跟你在一起 是很快乐的 你很能够带给他欢笑声 欢乐声 他现在有努力的想要经营好这一份感情哦 明知道你可能不是他应该爱的人 或者是接近你会遭到你的拒绝 他还是很坚定的想要勇往直前的去靠近你 他知道前方的道路是充满挑战的 他还是因为你而勇敢起来哦 他现在呢就是在等待着你的好消息哦 在等着你可以打电话给他 等着你能够发信息给他 就算知道就好像在海哦 这海是很危险的 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的 就算你会给他一个海啸呢 他也是想要为你等待 给选到第三者他今天有在想你吗 这个人有哦 他觉得你是带给他快乐 你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一个人 跟你在一起 他就很有这个很新鲜感 很有活力的那种感觉 他因为你而年轻了好几年哦 他很用心的在经营着这份感情 明知道你可能会拒绝他 可能希望不大 他还是想为你勇敢的去努力 尝试一下是否能够得到你的放心 他在等待着你的好消息哦 虽然你可能会拒绝他 你可能会给他一个海啸 但是他还是愿意为你等待 他没有主动接近你 他可能做了很多的努力 他该做的他可能都做了 所以他今天在想着你 看到底你会不会接受他的爱呢 你会打电话给他吗 那你会发信息给他吗 他等着你的佳音 看塔罗怎么说 这个人今天有想你吗 可以选到第三组的你一起来看 他觉得你的条件很好 你可以拥有比他更好的一个对象在你的身边 所以他就犹豫了 变得比较悲观 他太过的重视这份感情 导致他向你前进 那个脚步呢 就走的比较沉重起来 他怕自己做错 或者是做了什么令你反感的事情 所以他不敢太多的采取行动 他在搜集资料 他想要更懂你这个人 他不是很懂你的喜好是什么 他怕自己做多了却做多的 他是一个好有责任感的人 他说了这个话 就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已经把他的心偷走了 他变成了一个没有心的人 他的心都在你那里 无法专心的做其他事情 他满脑子只想要经营与你这段感情 他知道错过了你 他可能遇不到下一个你了 只有你那么的特别 能够令他那么的神魂颠倒 他知道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真爱 那个正缘 这个人现在呢 就是每天都在祈祷的 希望着你们可以建立一个稳固的感情 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他现在呢就是好努力 再看 好努力的想要跟你成双成对 更配得上你 你在他眼中是一个很能够给他快乐 就对应这个主题牌考 你给他的感觉是一个好有活力的人 把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带到他的世界 自从有你了之后 他的世界就变得更加的多的新鲜感 更多有趣好玩的事情可以发生 给选到第三主他今天有想你吗 他肯定有想你的 因为你是一个很能够令他快乐的一个人 你很活泼开朗 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 有了你 他的世界变得更新鲜 更有趣好玩起来 他知道他可能自己配不上你 你的条件很好 而且加上他对你的认知又不够深的 他在努力的想要收集更多的资料 想要知道更多你的喜好 在还没弄清楚你的 还未琢磨你这个人的心思的之前 他不管乱采取行动 那都是因为他重视你 他怕自己做多错多的 他是一个好有责任心的人 要么就不采取行动 要么就采取行动 一旦采取行动 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 绝对是可以给你一个永恒的爱 他不会乱采取行动去表达爱 如果他还未对你表白的话 他可能还在去摸索 到底你喜欢什么类型 他甚至可能还没弄清楚 你是否是单身的 你已经把他的心偷走了 他现在无法专心做其他的事情 你给他的感觉是好特别的 他知道你是可遇不可求的 错过了他可能遇不到下一个女 他现在很有冲动的 想要跟你建立感情 想要用尽办法的争取机会 去把握与你一个未来 你是他的开心果 你是那么的令他有感觉的一个人 他绝对不想错过 他很想你 但他没有说出口 因为他觉得他不是很懂你 看自卡怎么说 他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 他很希望你可以跟他多一点的温暖 多一点的关注与陪伴 他现在过得好冷清 不管你们之间距离有多远 都不是问题 他愿意付出他最大的努力 去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他对你的爱不单只是满足肉欲方面的需求 他很神圣地看待你们之间的感情 当他见到你有很多追求者的时候 他就退缩了 因为他自卑地认为他可能比不上你其他的追求者 就是面子的问题 导致你们的感情变得不顺起来 他知道都是他爱面子的问题 感谢你 你曾经就是那么给他关心关注的人 你伤害了他 他也是做了一些对你不好的事情 他觉得你不应该有那些对待 他也很后悔 他需要你 他要的就只有你 他只想跟你在一起 给选到第三组一字卡来看 他说亲爱的 他在渴望着你能够给他更多的关注与关怀 他在等着你的加音 等着你的消息 不管你们之间距离有多远 只要有爱都不是问题 他愿意付出他最大的努力 最大的勇气去拉近你们之间的问题 距离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他对这份感情是很神圣的看待 他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满足肉欲方面的需求 你不是那个什么 你不是只是一个做什么的工具 他很认真的想要与你一个长久的未来 但是由于你太多的追求者 他就退缩了 他怕自己会没有面子 遭到你的拒绝 所以他不敢大胆的前进 承认自己想你 自己爱你 你曾经是那么的带给他很多关注于爱的人 但你也伤害过他 他也知道自己做了一些不应该的事情 就希望大家就是过去不愉快的事情 都可以告一段落 他愿意妥协了 放下面具去承认 他要的就是你 他需要你 他不能没有你 看这个中文字 看来是对方的心声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个人 还有什么心声想要告诉你 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 你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 他觉得你可能 就是还会认识真正的他吧 他过去所经历的 才会令他有这个样子 就请你多多体谅他 原谅一下他 包容一下他 不要拿我跟任何人比较 我不是谁的影子 更不是谁的替代品 他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想你再恨我 因为恨一个人实在很痛苦 他真的很爱你哦 连你恨他他都不忍心了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呢 给选到第三组 一定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是时候深呼吸 让自己放松一点哦 你会不会把事情看得太重的呢 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问题不大的 放松一点哦 你会好起来的 你是安全的 所以放心吧 别太过的担忧 别太过的忧愁哦 就很伤身哦 这个天使帮助你在 让你们的处境变得更好的 你们会慢慢的进入佳境 再看 可以做多一点的学习哦 也可以搜集更多关于对方的资料 更多的认识彼此哦 可以从朋友做起的 可以从这方面开始建立感情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拍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予呢 祝你好运哦 一切如你所愿的 顺利地达到你要的 那个富贵荣华 丰盛富足 幸福的一段感情 幸福美满的一段感情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分享 订阅分享